和美的部位英國好 有一位不是專科出身的金白教練 是他記得跟部位分過的選手 都可以在大小行的比賽當中 拿到很好的選擇 這段訓練過程 因為有夠人的用心記得 跟學生的這叫人心 可以好好展出到最好的選擇 和美的部位英國修 這幾年來在當前的跳館行動 是都拿到非常好的選擇 因為有著一位會專科出身的金白教練 訓練出很多非常優秀的當前選手 教練也利用自己的時間來基督學生 讓學生在各種的全國電競比賽當中 是都得到困難 跳高是所有田徑項目裡面 最難練 而且也是投資報酬率不見得 能夠短時間內看得到的一個項目 那在以往 田徑國小的田徑 是不會說有很突出的成績 可是在102年的時候 因為有幾位小朋友 他們非常認真在跳高這個項目 所以說我們102年就 第一次參加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然後也獲得男生的跳高第二名 跟女生的跳高第一名 好接下來之後就103年跟104年 我們在全國小學也都是有參加 然後也都得到很不錯的成績 尤其是在104年 我們也拿到女生跳高的第一名跟第二名 那今年我們也很幸運的 也是105年我們也即將再度參加全國小學田徑錦標賽 然後代表彰化線來參加女生跳高的部分 在學校後面也是專利支持教練的背後 提供最好的主要跟完成的訓練中所 而且這次參加也利用學校医療時間 來專心的努力認識 能夠在培音當校長真的是件很福氣的事情 因為我身邊這位金牌教練 其實他雖然不是體育科班出身的 可是他願意為了成就孩子 然後去專研自己指導的能力 讓我們的孩子可以有一個很棒的成長的地方 那更厲害的是我們的孩子進到了國中 我們金牌教練還有售後服務 他還會繼續到國中階段去幫忙 讓我們的孩子在全中運 還有各式各樣的比賽都有很棒的成績 出去比賽雖然有點緊張 但是沒跳過去是一種 三次就失敗就沒有機會跳了 我跳過去的時候就感覺很有成就感 然後有時候我們腳受傷 老師會幫我們擦藥 很謝謝那個老師 他就從五到六年級都會照顧 這幾年不可以修正在前面的跳館項目 是非常志祺來背後選手 因為跳館是前面當中最難分的運動項目 需要花很多的時間來練習 才可以看到成功 好好也很感謝教練用心的基督 讓學生在體育、冷藥中 帶到組合的困難和優秀的聲證 為好好精出到光臨 新中華新聞 吳依萱 我們猴比。採用報導 今天我們歡迎的